一行四人小心翼翼地步入校舞场 正是老道人和徒弟皇上 以及还长还书兄妹 他们之所以没有去往主楼 不是拉他老道的主意 在北方山林高处 无意间见到了陈平安和路台 重返飞鹰宝的身影 老人就决定来此会合 先问清楚那位魔头的动向 两拨人在一起去往主楼 显然更加稳妥 老人打了个道家骑手 自我介绍道 贫道马飞府 在鸳鸯山修行 有幸拜见陆仙师 陈仙师 先前陈平安和路台 进入飞鹰宝做客 只是报了性命 路台随身手 凭空出现那把折扇轻轻摇动 或来自中土神州 陈平安想了想 我是宝平州大骊人士 老道人小心地问 两位仙师可知晓那位魔头的下落 路台合上竹扇 扇子指向老道人 正在众人一头雾水的时候 折扇顶端之上 出现了一顶五月罐 路台手腕轻抖 那五月罐随之起伏 他微笑着说 已经死了 小有收获 高贯老人乘坐蒲团 从云海落下之时 搬动五月大山 镇压校武场 老道人当时有过惊鸿一撇 心惊胆战 对那顶五月罐 记忆犹深 此刻见住了竹扇上边 搁放着的古朴高贯 心中是翻江倒海 既不敢相信 两个年轻人能够成功 斩杀一位 极有可能是金丹镜的帝先 可又无比奢望 那位俊俏公子的言语 所言不虚 原阳山山居道人马飞斧 到底是一位 久经风雨的老江户 哪怕江信江疑 脸上仍是感恩戴德 满是崇敬神色 再次打了个 郑重骑士的棋手 两位先师 不过是路过此地 偶遇魔头逞兄 仍然愿意仗义出手 就飞银宝数百条性命 与水深火热 功德无量 贫道先替飞银宝 谢过两位先师的大恩大德 环肠环叔兄妹二人热泪盈眶 赶紧拱手抱拳 重重弯腰 对两位外乡公子分别说道 大恩不言谢 若是两位先师不嫌弃 在下弩顿 环肠愿为两位先师做牛做马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环叔谢过陆公子 谢过陈先师 小女子实在不知如何言语 才能表达心中感激之情 年轻道士皇上 神色复杂 站在最后边 心中有念头一闪而过 若是拜这两人为师 自己的修道之行是不是会更加顺遂 不再是如今这般碌碌无为 害得自己遇上妖魔阴雾 处处皆是生死险境 皇上看了眼师父的背影 这个修道坎坷的年轻道士 默默低下头 有些愧疚 觉得自己忘恩负义 比那些妖魔外道还不如 只是心中这个念头 已经生根发芽 挥之不去 反而愈演愈烈 如熊熊大火灼烧着他心头发烫 眼眶通火 山居道人的怀疑和庆幸 以及大战之后的心神憔悴 环肠经此大难试图改玄一辙 想要奋发图强 由武道转入修行 环书的两种称呼 别样风情 以及年轻道士的心念 露台嘴角微翘 早已将一切尽收眼底 阴阳家子弟 剖人心看人心 本就是最拿手的本事 陈平安对于这些感触不深 只是依稀记住了那些微妙的神态和眼神 其中道理尚未误透 人生的点点滴滴到底不是书本上的文字啊 一行人赶往飞英宝主楼 虽然露台说了那边已经尘埃落定并无伤亡 环肠环书依旧战争兢兢 生怕一推开大门就是血流成河的画面 到了主楼那边 发现大门紧闭 环肠使劲敲门 等了半天才有一位环氏老人开门 见着了安然无恙的兄妹后 竟是当场老泪纵横 结果吓了环肠一大跳 以为父母遭了浮沉男子的毒手 一番解释才知道那位陆仙师啊 早早的就施展神通 将那位假冒太平山修士的妖人击毙 一时间 听堂所有活下来的人 倍感恍若隔世 环肠环叔并未发现 爹娘不再听堂不说 其此事 所有人的眼神都有些犹疑不定 露台懒得记得这些别人家的一地鸡毛 只是带着陈平安走向顶楼露台 宝主还阳 早已不在这座名称奇特的上阳台 露台坐在栏杆上 陈平安有样学样 摘下养剑壶后 喝着烈酒 仰起头 长吐出一口带着酒气的浊气 露台晃荡着双脚 缓缓摇扇 鬓脚飞扬 开始纷糟 熟门熟路 先前跟马万法和豆子之一战 加上今天这场死战 咱俩运气真不错 赚了不少 哥在以前 我一个人都未必有这样的收获 要知道我在家族里头 可是有个简宝大仙的称号 陈平安笑了笑 没来由想起了那位 被誉为服务员身后冠绝一周的 神告宗女冠 豆子之的那把法剑痴心归你 五月冠归我 不能说归我 算是我跟你买的 除了我会帮你炼化修缮那条富妖所 你先前提及的那件破损甲丸 就是在道玄山灵芝斋购买的那件 我不是一直埋怨 甲昼拆分 装在石屋里头 很占地方吗 我可以无偿帮你修复如新 变做一颗冰夹甲丸 你别管我是如何做到的 山人 山人自有妙计 露台笑容灿烂 所以你可能还需要在飞樱堡待上一段时间 不会太久就是了 刚好在这边养好了伤 再去寻找那座道观 陈平安笑着点头 摊上露台这种狗大户 他陈平安才不会心软 露台缓缓地说 一顶上品法宝五月罐 我需要给你两万雪花钱 折算成古语钱 就是二十颗 追杀马万法和主楼斩杀那浮尘修饰 我其实也有收获 我粗略算计了一下 应该需要再支付给你两万雪花钱 还是二十颗古语钱 其中赚课有无忧二字的浮尘长饼 就还不错 你可以拿走 就当是一点小彩头了 陈平安震惊到 这么多古语钱 露台始终眺望远方 他微笑着说 山上的神仙钱嘛 我还是有一些的 中土神州的寻常园营地仙 都不敢跟我比家底 气得陈平安直接一巴掌拍过去 那你之前在道玄山 你跟我哭什么穷啊 你露台可以啊 挺会演戏的呀 露台有些心虚 兴兴然的说 我呢不是怕你没有见色起义 却会见财起义吗 见你大爷的财色 陈平安又是一巴掌甩过去 打得露台恼羞成怒 陈平安 小心我翻脸啊 陈平安呵呵笑着 还是一巴掌 露台眼波流转 就要寄出杀手锏 陈平安已经做了一个 要露台打住的手势 然后喝了口酒 你继续说 露台手掌一番 出现一只绣工精美的袋子 递给陈平安 陈平安皱眉说 干嘛呀 小玩意儿送你的 打开看看吧 你一定喜欢 这是来历比较特殊的一代 鱼钱种子 回到家乡后 可以种在风水好一些的山上 一定要向阳 三年五载 说不定会有意外之喜 陈平安虽然接过了这鱼钱的袋子 可还是说 你先说清楚 不然我就还你 露台便大略解释了一通 听到陈平安呢 笑得合不拢嘴 赶紧收了起来 什么还不还的 只当没说过 原来这袋子鱼钱十分神奇 而且最对陈平安的胃口 他们呢 是来自中土神州 某颗远古仙家鱼树的珍贵种子 因其外形圆宝如钱 必顾耳得名 谐音鱼钱 因而民间呢 就有吃了鱼钱 可有鱼钱的说法 被大多数人认为 视为传鹅 其实不得其法 只需要找到 躲藏在鱼钱里头的金黄精魅 先将其浸泡于九旺之中 熏醉后取出生吃 每年可额外增加铜钱收入 殷石之家 开春时分 为了讨了个好彩头 都会开设鱼钱宴 以求新年是财源广进 这种有汪细水长流的钱财收入 最让陈平安喜欢 在陈平安的心里 始终坚信一份骤然而来的富贵 很容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要么就是需要大毅力 付出大辛苦 才能拿得住 守得住 但是例如鱼钱 这类不是特别扎眼的好处和收益 才能让陈平安心安 这类不是特别扎眼的好处和收益 这类不是特别扎眼的好处和收益 这类不是特别扎眼的好处和收益